第一种说法,有确切记载显示,科学家发现最早的艾滋病是来自于一名加拿大飞行员基坦杜佳,他有一个称号零号病人,说的是目前人类所有的艾滋病,都是被他一代代传染来的。 第二种说法,有资料显示,艾滋病的发现可能更早,要追溯到1930年,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性黑人的血浆样本终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当地人认为这种病毒是从卡麦隆的黑猩猩身上传染来的。 至于传染的方式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黑人和母猩猩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通过性传播,第二种认为是黑人在丛林里打猎时,杀死了一只猩猩,无意中自己的伤口感染了黑猩猩的血液,感染上了艾滋病。 关于感染途径的问题,黑猩猩体内的HIV是如何一步一步传播到人类身上,并且成功适应人体的呢? 很多的同学都可能认为,人和猩猩之间发生了某种不可描述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性接触,但这种理解应该是不太靠谱的。 有种学说认为艾滋病是由于近代医学发展和全球免疫计划中事物造成的。 在1999年,以为叫爱德华湖白的美国记者,出了一本名为《河流》的书,书中说在18世纪50年代末,美国费城的惠斯特研究所,用黑猩猩的肾脏生产了几批小儿麻痹症疫苗,在1957年到1961年间,大约有100多万非洲人接种。 因此艾滋病就这样蔓延了。